北京时间1月7日消息 2022邀请赛板冠军联赛第四小组比赛结束 小组决赛中市井赛冠军斯图亚特·宾汉姆 以3比2战胜赛事二冠王最强90后 炯哥·凯伦·威尔逊 从这个小组晋级优胜组 将与第三组的赵新彤等小组优胜者 争夺本次比赛的冠军 本次冠军联赛的第四小组可谓高手云集 共有马克·塞尔比·贾德·特鲁姆普·斯图亚特·宾汉姆三位市井赛冠军 塞尔比高居世界第一 特鲁姆普赛事三冠王 世界第二 宾汉姆世界第十二 而最强90后炯哥·凯伦·威尔逊则是赛事二冠王 世界排名第五 本场比赛 两位高手打得非常近激烈和胶着 宾汉姆更好的把握住了机会 3比2赢得比赛胜利并晋级优胜组 第一局 宾汉姆与威尔逊在开局展开拉锯战 在胶着的比赛中 宾汉姆通过几次上手 82比35先胜一局 1比0取得开门红 第二局 宾汉姆打出单杆64分 65比29再胜一局 2比0领先并赢得赛点 第三局 没有退路的威尔逊展开顽强反击 他的单杆71分制胜 75至24 挽救一个赛点 比分追成1比2 第四局 威尔逊继续顽强追分 他又打出单杆50分 68至32 挽救第二个赛点 比分追成2比2 双方回到同一起跑线 决胜局 宾汉姆再也没有给威尔逊机会 他打出单杆94分 130至00封威尔逊 3比2险胜 夺得这个小组的冠军 并晋级到优胜组 小组循环赛到小组半决赛 威尔逊与宾汉姆的表现都很出色 迅哥威尔逊 以6连胜战绩小组第一晋级 小组半决赛 3比0横扫斯科特唐纳森 而宾汉姆以3胜3副小组第三晋级 小组半决赛 3比2决杀世界第一赛而比 最终 宾汉姆与威尔逊这两位表现优异的高手 在小组决赛相遇 小组决赛 宾汉姆以3比2战胜威尔逊之后 他将与包括赵新彤 梁文博在内 其他6个小组的优胜者 争夺本次比赛的冠军